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7月14日,西梅列巴塞逐约美斯条件,据西梅报道,由于经济原因,巴塞不可以不在美斯和基斯文之间做出选择,如果巴塞想为美斯注册,那球队就必须出售基斯文。 目前,拿坡达的计划,是出售基斯文,并同时要求更衣室的三名重量级球员降身,以便巴塞为美斯,亚古路,迪比,艾力加西亚,和艾马臣祖利亚注册。 巴塞急需降低球队的伸资标准,但现在最困难的操作是美斯,因为亚根廷人是球队的未来,和今年夏天是不是能够出售基斯文有关,如果基斯文不离开,那巴塞就暂时无法在联赛中为美斯注册。 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了逐约协议,美斯亦将他的身水减少了一半,但拿坡达依然必须做好工作,才能平衡帐目。 如果有人谈论基斯文的未来,那马体会是第一个出现的名字,但拿坡达不希望苏瓦雷斯的事件重演,巴塞希望最好以7000万欧元的价格,卖给英超的球队,那就可以腾出一大块身水。 然而,基斯文的离开并不是巴塞唯一要做的努力,拿坡达需要球队中的三名重量级球员减低身水约40%,才能达到西甲联盟要求的上限,拿坡达的提议,是在接下来的赛季中,尝试对这三名球员进行额外的经济补偿。 随着球队经济的复苏,巴塞将在未来几年增加他们的身水,但现在拿坡达必须要做的就是出售基斯文,同样三位重量级球员做出牺牲。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,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